我找到我問題點了 因為我不承認 我覺得我是老大 我家裡最成熟的 關門的口講很多 三隻橋YouTube頻道 請來時尚雜誌總編輯 暢談職場女腔人 如何兼顧事業與家庭 一個不小心又自爆 和陳奕如的相處秘辛 我跟我老公遇見的時候 我覺得他大我十歲 我覺得他對我的包容度 是超越一般我們同年級的 男生的相處 然後他常常跟我說 他覺得我是我們家的大女兒 但你也承認 我也承認 那我找到我問題點了 因為我不承認 我覺得我的老大 我家裡最成熟的 關門的口講很多 說出來說出來 愛吵 因為我真的是很愛吵的人 然後我還不承認 我自己不成熟 因為我覺得我在外面都很成熟 可是說不說我在家裡 不一定很成熟 脾氣來的時候就覺得 我才是這個家庭的老大 每次記著 那媒體或是粉絲問我說 欸你有覺得你感情上啊 自己的那個特質 我都說 就是要反省 脾氣很差 就脾氣很大這樣子 你是有辦法在那個話要說出來前 就有意識到的嗎 還是說也沒辦法 因為我完全沒辦法 我相信很多人就說 我 啊講完了 我 啊講完了頭都洗了 之後繼續把戲演完 繼續生氣 演員職業平常 連續連續 沒有一個台階 我也不知道怎麼下去 跟我老公已經有一個默契 就是到一個程度 就是說 10秒 1分鐘以內 這件事情就讓過去 然後 企劃不要認 不要往心裡聽 不要認真 不要鑽進去 然後這個場景就關掉 我好想回家反省一下 哈哈哈哈 沒關係 這個好一點 這個是什麼 哈哈哈哈 沒有 我沒我 主要是 哈哈哈哈 主要是寫個日記 哈哈哈哈 曾志喬公開自己的感情生活 不過面對忙碌的工作 他也坦承 會忍不住發火 你知道我現在在家裡面 很可怕的狀況 就是我一回到家 我們家裡面的人 會同時開始跟我說話 大家都太想你了 大家就是覺得 欸 時間不夠 好好把握 所以大家就 啪 就從這個 所以其實 我要練我自己的耳朵 是張開到三個人的話 我都聽得到終點 我不行欸 我一定會說 吹不掉閉嘴 哈哈哈哈 老娘在那邊 你懂嗎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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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想吼對不對 突然整個都怒了對不對 所以瘦得了 其實我很討厭忙碌 可能是因為我是原住民的關係 哈哈哈哈 我跟你說 我在家裡唱歌吃東西 我只有一天就過了 可是很多人有時候會說 我覺得喬喬很像工作狂 其實是我有發現一個 一個體會一個道理 就是人在忙的時候 潛力是無窮的 我都想過就是說 欸如果有一天我變成媽媽 這個事情可能會發揮到一個 更大的 極致 對啊 但是其實我自己還是會怕 因為我就會覺得說 我喜歡做的事情好多 我都把自己放在很前面的一個順序 我跟你說 顧自己的人才會幸福 只有把自己照顧好的人 才有能力給別人幸福 一百分認同 真的我是說真的 小冠姐是對的 傳達愛自己才能帶給別人幸福 婚厚的喬喬透過YouTube頻道 大方分享自己的內心世界 也讓粉絲能夠更了解他 完全樂見萬流報導